目前国内中国的红膜识别技术已经日趋发展成熟 目前主要应由一个是矿山的安全生产管理 再就是公共安全 再就是银行 比如说国家会采集你的用户的红膜信息 然后应用一些边境或者是海关出入境这方面 然后对人们出入境会更加的辩解 然后是一期报道台 右边的就是二线线 三个女神说 感谢观看